大家好 今天我们讲的故事是 《只有城市的玩具箱》 作者林建才 我们一起看这个故事是讲什么 在这个城市里面 每一个小朋友都有一个玩具箱 放了他们最深爱的玩具 咦?你看到有什么玩具? 而小虎 在这个城市里面 拥有最多玩具的小朋友 她的玩具 多到一个箱里 逃出来了 你看看她的箱 已经满了 玩具都掉在地上 但是 在这么多的玩具里面 她最喜欢的玩具 是哪一件呢? 唉 玩具太多了 小虎呢 竟然想不到 哪一件才是她最深爱的玩具呢? 唉 小虎呢 越想越生气 越想越生气 她忍不住新气了 为什么? 为什么其他小朋友 都有最深爱的玩具 只得她一个帽子 小虎决定一放学 就立即去玩具店一趟 找一找她最深爱的玩具 小虎 小虎来到玩具店 她在玩具店 走了一圈 很失望 家里面的玩具 她全部都有 就是这个时候 就是这个时候 小虎在店里面的窗口 望出去 她看到一个胶袋 胶袋 胶袋在空中飘下飘下 小虎从来都没有见过 这么丑样的风筝 嗯 这么奇怪的 于是 小虎就追着风筝 去到公园了 咦? 原来她就是风筝的主人 风筝的主人 天天 就向小虎走过来 问她 你要不要一起玩? 这个风筝可以飞到很高 于是 他们就一起玩 他们在公园里面跑啊 跑啊 跑啊 风筝呢 就越飞越高 越飞越远 但是突然之间 有一阵强风 呼 风筝的线 一下子就断了 这个什么风筝来的? 小虎好生气地说 天天就傻笑地说 不要紧了 我们弄一弄就好咯 于是他们修理完之后 一个半透明的风筝又起飞了 它在阳光之下 闪闪发亮 闪闪发亮 很漂亮 很漂亮 天天玩到差不多 就解了风筝的绳 用了这条绳 做了很多小玩意 咦? 他们把绳当呼拉圈 玩 它又用绳 帮这个蚂蚁军团 画了一条通道 还做了很多老象 它们一直玩 一直玩 一直玩 一直玩到黄昏 太阳漫 吞吞地下山 将它们的影子 拖到很长很长 是时候要回家了 道别的时候 天天将一条绳 送给小虎 师傅好惊讶 问 这个 这个不是你最心想的玩具吗? 天天说 是啊 所以 星期日 你也要把它带过来 我们再一起玩 嗯 嗯 嗯 最心想的玩具 到底是什么呢? 小虎它还是不知道 不过不要紧 慢慢来 它总会找到 各位小朋友 这个故事就说完了 我想你们想一想 以下这几个问题 第一 你最喜欢的玩具是什么呢? 第二 你认为 怎样的玩具 才是好玩的玩具呢? 是否要发光 要有声音 有音乐 还是要很贵很贵的玩具 还是可以和大家一起玩的 就是一个好玩的玩具呢? 第三 你有没有试过自己做玩具呢? 好不好玩呢? 不妨和你爸爸妈妈分享一下 不妨和你爸爸妈妈分享一下 好吗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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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吗?